再过几天就是元宵盛会 澎湖各庙与起归活动也陆续展开 早期民生物资不丰的年代 与老一辈澎湖仍有革命情感的哄骗姑 成是起归的重头戏 但随着时代演进 一度没落 心境又因大甲正南宫与澎湖开台天后宫宗教交流 准总统赖清德代言澎湖西起归后又再度爆红 哄骗姑来自米南 由糯米、砂糖、香蕉油揉成面团再塑造成龟状 代表着平安、健康与愿望的寄托品 让前来起归的信众带回食用 这个就像这个红片的话 是每年的话将近几千斤 几千斤 硬型的话我们店这个多了 因为我这个多麻糬菇啦 那个红片菇啦 变菇啦 蛋糕乌龟啦 还有枣泥乌龟啦 现在就是以前的话 不是红片菇 以红片菇为止啦 现在就是把它大众化 大众化的话就是每一样都有啦 而且祈求能够一年带来平安 所以说这个红片菇的话 可能在我们这家食品店的话 以前的话是中秋月饼是特别忙 现在变成延交节是特别忙了 近来又突然爆红 连全国知名的围热三丘 也派出师傅 专程底盆取经 向澎湖老字号高品华兴食品行请教 创办人庄根生也不另传授独门配方与技巧 他这个围热三丘老板 这个大叔父 算是大叔父 是技术 算是技术顾问 他是技术顾问 在他们南头 有一家 一家 他是说公庙 公庙 有认一间公庙 他们现在生产的 生产的红片菇 就是要 共享 共享这一家公庙 所以他专程来学 专程来学 那学了多久啊 学了两天 根据了解 韦瑞山丘派出专业师傅迪鹏学习 并非要制作贩售商品 而是负责人在台湾新建公庙 希望保留红片菇的传统食品美味 因此选择 澎湖老字号高品行华兴 创办人庄根生就是制作天后宫哄片菇 提供大甲正南宫信徒及赖清德食用者 而庄老板也亲自下海传授 让澎湖传统美食飘洋过海 持续发光发热 记者 陈荣誉报导